大家先玩錄錄 文教開始 責難供顯法 什麼供顯法 供顯法就是公安局 即是警察 檢察院即是誰反對 檢察誰起訴 法院就判刑 這場運動就是 資本主義 修正主義 帝國主義 全部的政治組織 即是鑑 即是鑑定器 不適合寫的 要打爛 全部都是跟風之修 那些帝國主義學回來的 那些供顯法那套 要將公安局 檢察院法院全部 炸爛它 是不是炸爛供顯法 使得法院 檢察院 公安局的人 全部沒有了 行動不了 做不到的事情 全部被人鬥 那些頭的法官 全部被拘捕 那就是把法治社會 推翻了 法治 他認為法治 不是 公安局 普通的維持治安 那些民警 都不敢說聲 不敢做什麼 個個都怕死 只剩下 扮一下戶口手組 扮一下什麼那些 出來維持治安 全部被紅衛兵 不敢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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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紅衛兵可以 隨便打人 隨便找人 隨便抓人 隨便強姦 強姦女人 打死人 沒有了 打死人 調出去就算數 誰撿屍 不是說 那邊發現一條絲 又找些什麼 公安局都沒有查 沒有了 即是沒有人去調查 即是剝囊 死了那些人 根本很多 無頭冤案 查不到 之後 沒人發股 死的人 當作運動裡面 即是說 受害者 就是自動消失人號 失足 或者失蹤人號 其實死了 很多 很多 中方 之後 之後 文革 稍微評定之後 才慢慢恢復公檢法 法院 打到死人幫之後 才重新整個法院出來 公檢法 讓我明白 公檢法 即是公安 即是警察 沒有警察 檢控官 即是定罪起訴 法院 全部都停了 即是三個都停了 他意思就是說 一個法治的社會 是沒有了一個法治的社會 即是現在解決警局 是的 除了公安局沒有打到之外 法院被人扔爛 打爛 那些法治的粉碗台 全部拋回 那些法官 做的律師的人 都沒有了 之後去了哪裡 東教廠 死了很多人 在廣州的東村路 在廣州的東村路 很多打雜 那麼 東教廠 牛奶公司的乳品廠 就是在東教廠附近的 分了兩派 就是在附近的 我們常常每天炸多輛牛奶 那時候武器車 只有一部長車 運到牛奶公司的乳品廠 就要經過東教廠 這個叫東教運動場 東村東面的運動場 要運到牛奶公司的乳品廠 但是那裡的辯論 東教廠辯論 變得打起來 封了路 那一部牛奶車 炸多牛奶 那一部牛奶車 就運不到出來 這個東教廠 運不到牛奶公司 我們早上那九五分鐘 就是炸多牛奶 11點鐘 那些牛奶車 用來運走 哇 那些牛奶車 運不到牛奶走 我們那時候 任何部員 要搵多少牛奶 給我們 搵完之後 牛奶倒了 就是運不到出來 牛奶公司的乳品廠 就是製 那倒下去 為什麼倒下去 因為運不到出來 那個是打架的 那怎樣 生產不到東西 所以運不到人 運不到出去 東教廠封路 影響生產 影響 是啊 那場車也今天不來 我們拿牛奶 你不拿 因為東教廠封路 運不到 要去牛奶公司 那我們就任何部牛奶 那你小時候 看到幾個死屍 我死屍 我一看到死屍 我就不敢去 沒有啊 那時候隨街都有死屍 是不是 在廣州 在哪裏 廣州 那些人說廣州 廣州有 東教廠封路 都是吊起死屍 那時候 那時候 那裏有人 我們小孩子 也走去看 那裏 那裏 綁著眼睛 操場 我們小孩子 我們小孩子 那個叫自由佬 那叫自由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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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家 那些大人說 自由佬不見了 廣州沒有回來的 那我第一條馬路 然後那小孩子 就看到自由佬 那叫自由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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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有名字不记得之后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 人人的名字叫之后 我们在大马路玩 七几乎神见之后 再来相同 在共有四十多五十岁 大家想过可能年纪 再来相同 后面跟着一个叫 萧什么文 那是年轻人来的 六几届知青 红种坏 以后他没有走到我们前一时 我小孩看見他心很害怕,見到他打他,現在我看見他打人心都抽著 是呀,打架很害怕的,突然打架就說 原來這個芝侯佬在廣州被這個男人燒麥救命,燒麥燒什麽 我不知就拿一張藥品綁著他就曬他,我記得很深刻 看著他回來時被他這樣打,我小孩看見他心害怕,見到他打人 跟著他做飯堂,芝侯佬在那裡曬太陽,在球場陰功,那些人是計算過一大人 我們就在老頭去飯堂操場看見他躺在那裡,放了幾個,四五五層的一層 但抓了木燈,綁著背後躺在那裡,曬太陽,背後向天綁著 直接把燈綁著,把燈綁著,把燈綁著,後面起不到身,把燈押著 把燈綁著,把燈綁著,然後把燈綁著,在那裡曬太陽 挺可憐的,後來之後,紐約寶就過了這個文化大革命關 還看見他,沒有死,沒有死 又見到那個邱福華是一個女人來的,是一個老師 我一年回來的時候,她就教我們數課 邱福華,邱老師那個叫我,一個是黎彥華 兩個都是黎彥華做校長,我們那時候那個農場 即是公子特華的校長 側的無數文化大革命來,就把這班老師清理出來 這班老師是搞得很好的,正式是知識分子界 文化大革命來,就來那些吳衛兵畢業的 就來做一個真秀真老師來的 那個真老師是做主任的,是來奪了黎彥華的校長 黎彥華一幅說,一群那些臭知識分子 怎樣身處理她, Да,他們把他們來引用的 我們就選一個臭知識分子 把他們拿出來,從那個農場裡掐死,臃死,臟死,貴牛那草 他們一人一直掐,到人間掐死,不一刻就拼鬥 拿出來鬥,嚇得不成,就揮上他的頭 我記得黎彥華那時說 沒有,我頭痛了,我現在頭痛著 痛甚麼痛又打,吳衛兵 这些事情 背后被验完凭犯后 他就来我家坐 跟我说 叫妹妹碰我的头 我们亲眼碰到 我说正在发烧 头冻也要拉出去斗 那你叫妹妹碰 我说真的回家去睡觉 自己在这里哭 躲起来哭 就是这样 斗完到9点10点就回家睡觉 我说好了 凭犯就好了 什么事 他现在退休了 他的心头大碎 才放下了 他就跟我老婆说 他说 为什么捉我出来 因为以前解放前 我是国民党教官的老师 教国民党的子弟 现在后来解放之后 就来了这个新兜小 我们农场小河 分配了来做学校校长 就是这个做老师 分配了农场 他就常说 国民党的残渣 与国民党的教育子弟 就是这样 其实这些是知识分子 他说 其实就没有做错什么 也都无仇无怨 就只是因为 知道你教会国民党的手里 就这样就是 所以说 黎晏说 国民党的残渣如业 我们那时候斗他 打到黎晏说 打到国民党残渣如业 敢喊口号 那些职工在这里 你可可不可可 看下来 我来看看